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雪中汉刀行第二部开始筹备,女主角被换,罗云西顶替高伟光 最近热播的雪中汉刀行,相信不少网友都在追剧 这部剧从播出开始就一直遭到了不少网友和原著粉丝的吐槽和攻击 不少网友在看到女主的拳脚和表演之后纷纷选择器具 这部小说一部剧并不能把故事完全讲述完,所以会有第二部接着出演 最近有网友爆出雪中汉刀行第二季正在筹夸中 这部剧目前正在筹备当中,主演徐凤年将继续由张若云出演 特邀主演陈之暴由高伟光换成罗云西主演 胡军将继续主演徐凯,女主角也由李更熙暂定为王楚然 对于不少观众来说,换女主角是一件非常好的消息 自从这部剧播出之后,女主角李更熙的表演在剧中十分拉胯 和男主角完全没有CP感 不少观众吐槽李更熙就像是男主角的丫鬟一样 不仅是女主角,剧中的其他主角也和原著相差很多 可以说这部剧几乎是差生一片 不得不说王楚然的扮相真的非常适合古装 淡淡的忧伤气质,非常适合剧中王国公主的形象 而这部剧中饰演陈之暴的演员高伟光也被换成了罗云西 由于高伟光只是特别出演,所以他之前约了一季的合约 也有很多人怀疑罗云西怎么会出演陈之暴这个角色 毕竟罗云西一直是各大剧的主角人选 不少人怀疑这个消息的真伪 不过既有网友爆料,相信罗云西也有可能在剧中客串一下 毕竟有时配角往往比主角更吸引观众的眼球 不过这部剧仍然还在热播中 不知道大家最希望哪一位角色可以更改一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